在上海 说起房子 每个人都有滔滔不绝的私家精彩故事 我参加工作后 从租房到买房 过程是曲折 结果是愉悦的 但是 最近我变得特别担心 因为我发现我在2021年买的二套房 它租不出去了 回想2021年的上海房地产 上市热火朝天 2020年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加之股市的小高潮 全球通货膨胀预期 从2020年9月开始 上海楼市慢慢走热 普通豪宅从12 13万涨到20万不稀奇 朋友见面讨论的是 怎么打心 社保和积分便逐渐成了资本品 最后发展成 最近云锦东方千万富豪现场结婚配对的顶级交易策略 我当时手上还有点闲钱 也不能免俗 到2021年初 看着楼市趋热 就想在市区普西核心地段买一套小户型出租 我在金融城做着貌似高大上的工作 内心却很不安 因为金融业发展的顶峰已过 我年轻的时候 金融业刚起步 想的是靠投资赚到足够多的钱 社保都不想多交 人到40岁 却越发想安稳 一个大哥的父母是上海人 80岁身体健康 住在户上谈不上顶舍的养老院 为了生活水平不下降到中柴以下 加上请保姆的钱 一个月三万打不住 等我退休了 退休金够花吗 即使我够花 到时候还有80岁的老爹老娘 弄不好还要有个全职儿子 在等我输血 给他躺平 我老了还得赚钱啊 股市靠不住 放银行贬值 美国人的硅谷银行还倒闭了 二十年后 什么最安稳 什么最抗通胀 应该是阿拉上海国际大都市核心地段的房租 于是 我在2021年5月入手了个45平的仪式 内环核心 黄土交界 绝非老破小 属性还是住宅 目标租客 南京西路附近的白领 跨国公司海归 老外 以及讲究品质和管理安全的女性 如网红和自由职业者 中介告诉我 这里住了很多老外 一个月租金7500 毛租金回报率2.4% 在上海局对乡 老娘夸我 某某人700万的房子 财租6000 回报率每米一半 比我退休工资高 后来的事实证明 中介的话还是一定要打个折扣的 算上等放贷的时间 房子拿到手已经是2021年11月份 刷新配套后 我成功在12月30号元旦前把房子租了出去 同一个中介却不说租金7500了 替租客向我砍价 租金7000 签3年 下午签 晚上付钱 明天起租 中介用金只售半个月租金 我想行吧 少了500块 中介的话相当于打了个93折 没到跌停 朋友说 你一千三年多亏啊 将来房租涨得你不亏了 我的判断是 中国不同于美国 一定是温和通胀 千三年省了两次中介用金 没有空窗期 做投资心态最重要 赚多赚少不要紧 稳最重要 这还是多亏 我动作快 房子买到后 2021年5月份就开始等银行贷款 如果再晚一个月成交 贷款很难批下来 当时 我在单位参加研究部的会议讨论宏观经济 只是觉得现代太猛 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 现在房地产行业还在挣扎 ST公司好几个是房地产 忙着退市 忙得我心慌 当然 更让我静静动作快的是 如果晚两个月拿到房子 碰上元旦春节是淡季 二年一月租不出去 等到春节后的2022年3月份 上海就静态了 那就彻底BBQ了 租客倒是很给力 静态期间 没给我发过一条抱怨的消息 没让我找过一次物业 疫情期间 房租从不拖延 雷打不动准时到账 这侧面证明了 普希面向国际友人的小区防疫工作做得到位 租客在附近甲籍 写字楼上班 素质高啊 就这样一个五星租客 却在今年四月份的某一天突然搬走了 搬得很急 物业说凌晨还在搬东西 第二天就走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按理说 疫情放开了 预期大好 不是应该继续租着吗 何必损失一个月的押金 非常不解 好在一个月押金在手上 我不亏 赶紧租出去 弄不好还能赚 我把房源挂到了某绝对头部租房APP平台 二周后 一个带看的都没有 线上平台公司难道真的不行了 为什么一个带看的都没有 2021年的出租的时候 一周总有一两个去看啊 我急了 上高德地图 躲在公司厕所另一头的偏远楼道里 小声把周边的房产中介的电话打得一通 所有的中介都告诉我 房子租不出去了 我问为什么 从练家到中原到夫人居 中介的口径大致一致 走了不少人 出于我做金融工作的敏感 我本想问走了多少人 但反过来想 他们也是随口说说吧 走了多少人 来了多少人 经济学家都不能统计 谁能统计 他们静胡说 再过了两个星期 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还是一个带看的都没有 这次中介的话 终于没打折 我开始扩大范围 打更多中介的电话 他们说 你这房子优势是就近和方便 周边洋气 还有魔都气质 但是上海地铁很发达 下调预算的人 他们在地铁沿线租便宜点的也很好 损失一点方便和生活氛围没关系 我无法反驳 又过了两星期 好不容易有个租客看完房子后 愿意除6800 马上入住 简直是连阴逢大洋 九旱逢甘露 我说行吧 老公治受不了 时间就是金钱 我还有贷款要还 公司研究部研究过了 降息早晚的是 房贷挂钩的MLF还会下调 就当我提前享受了央妈降息的福利吧 赶紧回电话 过去问中介租客的背景 结果大失所望 一位租客是个近70的老爷爷 自己的老房子没电梯 越来越爬不动楼梯了 独身一人 虽然现在身体很健康 但我不敢租给他 考虑再三 满怀愧疚地拒绝了老人 看他离开的背影 对我日后的养老生活又添了三分忧虑 难道老了只能进三万块的养老院 上海的年轻人 你们哪去了 转机出现在我二阳以后 那日 我昏昏沉沉地心记着租不出去的房子 看了眼贷款扣款记录 头脑一发热 对中介说 我给你涨中介费 你赶紧给我拉人 从业年线越长 我越深刻体会到 金融的本质是中介 陆家嘴金融民工的尽头是拉皮条 中介的本质是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业务做不好 还是钱没给到位 中介说 哥 没见过你这么大方的 我给你扫楼去 这弟弟是真人才 我还没转音 鼻涕还在流 他和我说 找到了 哥 就在隔壁楼 有个房东要卖房 我把他的租客挖来了 价格你给便宜点 他肯定来 明天就搬 我娘觉无高 批评我说 你这不是资金空转存量博弈吗 国家不提倡 我心想 我在陆家嘴金融城这么多年 平时见的存量博弈还少吗 成交量不都是这么来的 我连租客是男是女都没问 戴上口罩就去把约签了 签完这个开心啊 第二天二阳也转音了 乐呵呵到公司上班 公司研究部正在研究楼市的宏观影响 研究员略带自豪地说出他的研究成果 根据高频数据显示 不仅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再增加 上海房租都下降了 我心里愤愤 什么高频数据 你咋竟说我知道的 研究员继续滔滔不绝 还引用某著名房产研究院的 2023年一季度上海住房租赁市场回顾及展望重磅报告 报告说 2023年3月 上海房屋租金收入比为28% 环比下跌21.7% 租金收入比降至历史最低 研究员兴奋地说 房租负担真的降了 我听完这话 打人的心都有 我的乐呵呵没了 劈头盖脸地问 租金收入比降了这么多 原因是什么 房租降了多少 收入是涨了还是跌了 你有没有数据 研究员一正 随后露出我早有准备 你难不倒我的微笑 他自信地切换到另一页PPT 以用了某公众号草根调研的文章说 有房东在某某租房管家平台的房子空置了77天刚租出去 这套房子在某某租房管家平台对外出租的价格比去年成交价下跌了20% 另一套也下跌了15% 完全抹平了2020年以来的租金涨幅 研究员在切换PPT的时候 我咬牙切齿地想 雇你们这些高级研究经济的人有什么用 材料得了 你很快也得考虑换地方租房子了 但是 当我听完他说的77天下跌了15%的时候 我有点高兴了 觉得搞经济研究的还是有点用的 因为我刚签的租金是6500 比原来的7000只降了7% 比降15% 真的感觉好太多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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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